震惊!林青霞出事了被行李员暴打晕倒。脑部缺一条主要血管。秦汉火速到医院。一看到林青霞在急救防救大哭。林青霞自1994年下架香港富商行李员后但出演一圈。专心做少奶奶。 据香港周刊报道。疼爱老婆的行李员。助手准备送给林青霞一份大礼。在县宅飞鹅山的山腰侧盖座价值约6亿港元,约和人民币5亿元的皇宫。预计2014年完工。当成送给娇妻的结婚20周年礼物。行李员娶了大美人林青霞后。在林青霞生下行爱林后。 为爱居取名百看不厌表达他对妻子的爱意。他为二女儿取名行言爱。外界认为有他对老婆仍然爱的谐音。不过。两人婚姻并非始终平顺。2006年曾赚两人婚便。但两人后来恩爱亮相粉碎传言。2007年林青霞搬出豪宅又赚婚便。原来只是豪宅装修。 完成后他也搬回家。2014年6月是林青霞夫妇结婚20周年的大日子。 外传行李员建皇宫豪宅是20周年礼物。也有一说指豪宅有独立三间物业。 很可能是夫妻跟两个女儿一人一间的规划。 林大美女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视线。 一晃17年过去了。林青霞和不被看好的行李员已经携手走过了17年婚姻。 这期间林青霞也经历继母。 小三这些普通人的生活。 林青霞1954年11月3日出生于台北县三重市。 高中毕业后。 某日在台北西门厅逛街被星探发掘而进入影坛。 她的荧幕处女作是琼瑶小说改编。 宋存寿导演的窗外。 1973。 却因为版权问题而无法在台上应云飘飘。 1974反而成为台湾观众认识她的第一部。 1992年。 林青霞以笑傲江湖,二支东方不败一男一女。 颠倒众生的形象。 在潘事业高峰。 两年内主演了至少13部武侠片。 它不仅是极少数能横跨文艺。 武侠两种极端类型的代表明星。 也是走红时间最长。 几乎从未被时代潮流给吞没的传奇之一。 到了不惑之年。 身心疲惫的林青霞终于决定结束以往的一切。 1994年下嫁妇商行李员。 开始崭新的生活。 几乎所有的人都问林青霞, 为什么你嫁的不是恋爱了20年的秦翰。 而是行李员。 林青霞的回答是, 因为他对我尊重和信任。 正如香港民导徐克所说, 青霞的婚事非常天马行空。 到了最后一分钟。 我们局外人还在拼命地问, 为什么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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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青霞说, 以前我对婚姻根本没有幻想。 三十岁时。 我甚至以为自己一生也不会嫁人。 因为我受过伤害。 很痛苦。 所以对感情没信心。 我是一个感情很容易受伤的女人。 作为公众人物。 感情生活出现问题就会成为人们的焦点。 那时真的不知可以逃到哪里去。 那种压力令人觉得很恐惧。 所以我渐渐学会保护自己。 避免受伤。 但遇到Michael行李员后, 一切都改变了。 从来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给我幸福的感觉。 他为人低调。 能包容人儿又很有分量。 要我具体形容的话。 他就像一块很重的金属压在我心里。 很实在。 令我很安心。 我知道那是一生一世的感觉。 我知道有些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段婚姻。 就算我怎样解释也没用。 这也是我当初不想这段感情太快公诸于众的原因。 人言可畏。 冷言冷语太不好受。 起初我还有点顾虑。 但后来想通了。 毕竟婚姻是人生大事。 何必理会别人的看法。 我和Michael能走在一起。 是因为我们相互欣赏。 凡事都能迁就。 所以相处得很好。 婚后和婚前的生活完全是两回事。 但我却可以十分适应。 连自己也感到惊讶。 在影圈工作了二十多年。 每天紧张。 每天曝光。 忙于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在人前表现。 最早在凌晨三点入睡。 最迟要到六点。 睁开眼睛便是拍戏。 出席记者招待会。 晨婚颠倒。 永远不知何时是尽头。 每天的生活都有人替我安排。 自己完全是被动的。 直到现在。 我才可以享受平淡的生活。 我才发觉这样的生活是属于我的。 婚后这一十七年。 林青霞坦言继母角色最为难。 青霞说,婚姻之道是一门很大的学问。 永远都需要调整。 记者问她。 众多角色之中。 最难做的好的。 可会是继母一角。 因为行李员与前妻遇有一女加欠。 她说,是的。 开始时真的很难做。 有伤心。 有失望。 有时候也很开心。 小孩子是不定性的。 会妒忌。 有敌意。 会有不合理的时候。 但有时候又令我很温暖。 例如我分娩后伤口痛。 痛到哭。 家欠走过来闻我的呃。 安慰我。 我觉得很欣慰。 这是她的真感情。 别人爱说我是个幸福女子。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。 其实幸福该是一种心理感觉。 心里觉得很平和。 不用跟人争。 跟人计较。 凡事抱住欣赏的心态。 这种感觉比穿戴一身珠宝还要好。 日前林青霞接受香港记者采访。 首次详细透露了自己的婚后生活。 结婚初期。 真有点难适应。 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去适应这个新环境。 要适应老公上班前下班后的嘴脸。 大女儿的态度。 以前拍电影的时候。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。 都在看我的反应。 演戏二十多年。 我从未做过后母的角色。 蜜月之后回港第二天。 早上起来跟老公一起吃早餐。 在大门口送她上班跟她吻别电影和广告里的贤妻两母都是这样做的。 对不对? 谁料回过头来一看。 大女儿坐在钢琴前冷眼看住我说,你干嘛吻她。 说完之后只走到泳池边。 不让我解释。 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。 第一次尝到做后母的滋味。 我一直在想。 该怎样对待她才好呢? 她聪明。 心地好。 总是觉得父亲给人抢走了。 我的要拉近与她的距离。 得到她的信任。 我以后便多些耐心为她解决她的问题。 不用当主角的生活。 我觉得挺舒服的。 做主角就要做一个受人批评的人。 走在人前面。 要担心许多。 即使到现在。 谈起林青霞这三个字我也会浑身不自然。 我觉得做形态最舒服。 又是没有了自己。 是啊。 在家里我要照顾所有人。 焦点不在自己身上。 但我觉得很开心啊。 我老公曾跟我说, 他娶我不是贪我量和有名。 而是我很平和。 其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我平和。 但是他对人好对我好。 互相尊重之下。 我也对他好。 对女儿好。 对他的前妻好。 中国人不是说家和万事兴吗? 人不要贪。 要恰如其分。 然而四年前。 林青霞老公竟然传出有外遇。 港台媒体杂志先后爆出, 这两年来行李员身边出现了一个年近三十岁的第三者。 据悉该女子早年由内地移居香港的。 并传闻该女子目前有个随身婴儿。 这位女子的冒出另行林两人的婚姻, 泛起了波澜而岌岌可危。 随后新闻媒体的情变消息越转越烈。 有新闻报道称行李员已经搬离飞蛾山爱潮。 而孤单的林青霞则多次被拍到独自郁闷的逛街。 甚至情人节也是形影孤单。 记得那个时候。 林青霞在出席李安影片断壁山的香港适应会时。 林青霞罕见得一反常态地表示。 自己对付出影坛甚感兴趣。 号称贤妻良母典范的林青霞此言一出。 导致许多业界的同仁们煞十几倍发冷。 周刊报道。 林青霞20日在女助理的陪同下。 到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。 直奔七楼的健康情绪中心。 林青霞看诊时间约一个小时。 走出医院时依旧愁眉不展。 据知。 该中心绝不接受一般症状。 病人需经医生证实有情绪问题后。 在迟转借信到上述中心接受治疗。 21日下午一时二时许。 林青霞继续由助手陪同离开大宅。 驱车到跑马地养合医院。 到后。 林青霞熟练地址上八楼的医生办公室。 逗留一个多小时的他。 离开时面色非常沉重。 更刻意戴上眼镜。 遮眼忧虑面容。 除了医院两边走。 林青霞离开养合后。 还去了门诊医生林立的中环庄室大厦。 周刊暗指林青霞情绪反复无常。 与双亲先后离世间多次传出与丈夫的婚姻、亮红灯有关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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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